赢了南韩 听到赢南韩你就开心 哪里赢呢 我们来看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带着大家一起赢过了南韩 人均GDP 2022年 我们看到我们台湾赢过了南韩 我们的人均的一个GDP 32811元 胜过南韩的32237 虽然现在看起来赢没有很多 但是如果你看趋势的话 那真的是一个黄金交叉 再来我们可能就要一直赢南韩 赢不停 那到底南韩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过去我们都会说 台湾跟南韩之间 我们的产业结构非常像 都是出口导向 那整个产业呢 高科技产业都是占大宗 那最近的南韩 真的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你看到南韩的影席月 他们的总统带着三星 带着企业们 到处全世界环游世界的拉订单 你就看得出南韩最近的经济 是不是遭遇了大麻烦 我们要有请廷浩 但我们来看看 这个趋势我要先问 黄金交叉一交叉 我们台湾永远赢下去 是不是这样子 趋势是如此 而且不只是韩国 其实今年台湾人均GDP 也超过日本了 也赢了日本了 当然这个日本 它其实本身锁得比较高 主要还是因为 我们现在是用兑换美元 来进行对照 那我们都很清楚 日币在过去两年 这个贬值幅度非常大 最重贬值到两成接近三成 所以人均GDP直接收水三成 所以很顺势被台湾超越了 那值得观察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 台湾在过去几年 第一是新台币 相对于其他亚洲福利比较强势 第二整体出口导向 由台积电所带动周边的产业链 持续地保持领头一样的地位 第三点基本上就要考验了 今年照理来讲 台湾应该是销库存压力最为严重的 为什么 因为过去两年半导体代货潮太明显了 照理讲压力应该最大的 但目前其实台湾整体销库存的情况 也比韩国还要好非常多 你看到韩国出口已经连9K了 我们可以观察到 韩国目前是严重贸易逆差的 也就是进口的东西 金额是远远大于出口的 台湾至少目前在出口上 还是有一定的征服力度 只是相对于去年同期衰减了很多 我们举财报来讲就好了 台积电这次一季度 的确没有碰到低标 但是预估最惨也不过就这样了 它并没有非常严重的失准 但三星的部分 三星本身在利润是缩水通期 缩水多少 九成 很可怕 这种缩水九成 它基本上就暗示着 而且这九成当中 剩下的一成是什么赚的 是半导体赚的 以其他的 不管是面板 还是相关其他半导体产业链 基本上都是全面亏损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台湾基本上是靠台积电一家 拉起来的了 去除到台积电 其实本身内部扩准也很严重 但是由于台积电它的存在 带动了周边产业链 至少能够顺势向上 所以我们来做一些 人均GDP的对照好了 其实在过去几十年来 我们可以观察到 紫色线也就是台湾的人均GDP 大概从1990年代以来 大概就跟韩国 也就是绿色线 大概就是一个互相竞争的阶段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韩国进行了大量内部的 就业结构的改革 和金融改革 我们看到就陆续的 长达20年左右 是保持着领先台湾的人均GDP 那我们很清楚 因为1990年代 台湾主要是出现 一系列的产业外逃 当时有大量的台商 开始移居到中国大陆 来做设厂 那韩国就在这段时间 大幅的领先台湾 我们可以观察到 有趣的迹象 反而在2020年以后 这三条线就开始形成死亡交叉 这三条分别就是 台湾 韩国 以及日本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在整个2023年 台湾却在短短的 两年到三年之间 它顺势地超越 韩国和日本 第一个来源 就是来自于 新台币的强势 这就是外资 对于台北股市的看好 第二点就是来自于 韩国在7奈米节点上 输给台积电之后 整体一系列 我们看到 半导体订单的移转 第三点是来自于 日币的贬持 导致日本人均GDP的下滑 所以一家企业 其实可以影响到 整个国力 没错 所以未来的趋势 你说日本会不会 确定了 因为日本高物价 照我来讲 它只要贬值趋势 或者说货币宽松政策 来到一个尽头 它很顺势 人均GDP会再度向上 它纯粹是一个 汇率的问题 但是赢过韩国 未来这几年 其实是有机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 对于台湾未来的 一个想象前景 基本上就取决于 台积电能够在 7奈米以前之节点 它能够保持 夺领先的地位 它就会带领着 台湾的人均GDP 持续地走高 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整个19年 20年到21年 我们对照 韩国蓝色线 和台湾绿色线的 GDP的成长率 基本上你可以观察到 非常有趣的变化 就是在19年 20年以后 全球基本上 都在陆续 进入一个 显著的复苏格局 但这段时间 你看到 20年 明明全球警戒 受到激动 韩国内部 高物价通膨也很剧烈 但是经济成长率 是衰退了0.9% 台湾这段时间 反而保持在3.36 那21年 全面性的扩产 全面性的扩张格局 台湾GDP直接冲到 接近6了 韩国大概在3.9左右 那223年 大概会陆续地下滑 可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个趋势 它其实就完全取决于 半导体周期 所产生的改变 也真的是台积电的贡献 我们包括从台积电 跟三星的市值 来做一些具体比较 你看台积电 如果我们从2000年以来 进行回测比较 2000年以来 我们看到总体市值 来到7218亿 是 三星是剩下389亿 你看到在前几年 基本上 三星是长期领先 台积电的市值 也是在2020年 是一个反转点 所以我们不能 太过自满 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 突然之间就反转了 所以其实这就是 半导体周期当下 我们所看到的变化 那韩国基本上 我们可以观察到 除了三星的问题之外 它主要是内政 各个经济层面的问题 都比较严重 相对于台湾 我们举各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以通膨率来看 21年跟22年 韩国的通膨率水平 上扬不住 接近有4%到5%以上 它是远远大于 台湾的通膨水准 那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有大量的 我们讲的 液化石油天然气 它是从中东来进行运输 像是卡达 那由于卡达的运输 我在过去段时间 由于无二战事 导致欧洲订单大成 所以卡达是优先 把订单往欧洲来进行投放 那他们出的包价也比较高 这导致韩国短时间内 天然气大幅缺乏 韩国的天然气发电 和天然气使用量很大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台湾和韩国 一个最大优势 就是我们通常 冬天不太需要开暖气 但是韩国人是 一定也需要的 它很冷啊 对于天然气需求比较大 那对于外部的能源 依赖性越高 通膨的严重程度 就来得越高 那就业的程度 就更离谱了 你看台湾失业率 现在还保值在3.5% 仍属于一个偏低水位 可是韩国在22年 就已经明显比21年 还要来得更为显著了 所以韩国是什么样 通膨又高 但是人家讲说 人家像美国台湾 都是通膨很高 失业率很低嘛 所以你可以继续升息 打通膨嘛 韩国的就位市场局 是已经有严重恶化的迹象 债务也在上升 我们看到所得急剧 也就是贫富差距 不断地扩大 消费的信心高速的滑落 税收也收得变少了 所以政府的补助力度 没办法像以往这么强烈 GDP变小 我们看到的利率水平 反而在往上升 所以韩国现在所面临的 它跟整个欧洲 或者美国所遇到的情况很像 就是明明就业市场 就已经没有表现那么好了 但是它又被迫 要保持一个升息格局 所以趋势啦 各国都是这样啦 进合进合 竞争又合作 那周期会不断地重复 那就要看一下 台湾这一波 可以领先多久了 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的渊源 因为这个是产创条例的十之二 所以之前还有一个十之一 十之一的门槛比较低 所以十之二比较高 那他现在定这个部分的话 到底要吸引谁 这个的话 当然是吸引中国回台湾 就原先的很多的半导体 其实在中国设厂 那在中国设厂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补贴 现在已经慢慢越来越少 再加上中国本身的竞争 那现在他定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 也不希望定得太腐烂 就是让很多的地方 就会变成说我扩大去研发 或我扩大去投资 所以他还是要设一个 我觉得基本上 就是你真的是比较高端的 那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 六十一这个标准叫高还低 以台湾扣掉台积电来讲 平均企业的研发费用是三四点六亿 所以六十亿基本上算高 那现在的工种 这边有特别提到 希望能够把门槛降到五十亿 不然的话六十亿 全台湾有几家受惠 说实在只有二十家 那你这二十家里面 补贴完了以后 大家都把那个额度都用掉了 对好那这里面他还有特别提到 就是我的研发密度 就是我研发的比重至少要六个percent 这个也合理 像以台积电来讲就可以达标 很多我们现在看到T50的企业 尤其跟科技相关的 其实都有百之六 那如果你达到一个叫六十亿 一个的话是六趴的话 你基本上你的税额 就可以低百分之二十五 好这第一个要注意的事情 那这个会稍微比较难一点 那比较简单的就是说 如果我去买一些高端的设备 比如说我买ASMO的 不管是光刻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 比较低一级的DUV 然后或者是我去做其他的一个支出 那这样子只要达到一百亿的话 我就可以抵减5% 但是这两个东西加起来的话 比如说研发费用再加上购买支出 如果占我的税额 缴出去的税额百分之五十抵减的话不行 所以最高的上限就是百分之五十 那现在这个一定了之后的话 很多人就在讲 那这样子如果优惠大企业的话 那原先十之一条的要不要改 所以十之一条是针对AI或什么 他的资本 他的门槛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他也特别提到了 原先的十之一条的这个落日条款 是设在2024年 他现在把它从2024 移到2029的年底 好的 第一个 那第二个 你自己看你的企业规模 如果你达不到十之二 那你就适用十之一 然后适用十之一 十之二的人本身还可以再加十之一 所以十之二就等于十之一加十之二 是 但是十之一没办法 就只能适用十之一 对 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件事情 但做下去的话 那我们就要回过头去想 那原先有很多的一个企业 它是因为被美国逼迫的 它势必要到美国去 对 但是事实上它想不想去 国不中 它真的很不想去 第一个我在台湾有补贴 第二个我台湾的建厂成本低 第三个我台湾的生产成本也低 规模经济也好 对不对 第四我劳力品质好 所以这些基本上留在台湾一定是好 但是你要在台湾给我一个诱因 对 这个就是诱因 所以可以诱惑它们留在台湾 对 那现在我们整体 刚刚廷奥有特别提到 就是台韩的这个晶片之战 我们现在看看 会不会因为这个法案 来加速我们台湾在半导体 这边的一个升级 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半导体这边的一个市况 台积电的法说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原先是估4到9%的衰退 第二季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是4到7% 所以还OK 那大家会觉得说 你还不是要衰退 你这样子也是7% 可是我念一个数字给各位听 英特尔第二季要衰退多少 22%耶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7%比22%来讲 好像好多了 好多了嘛 对 那台积电这个地方的话 下半年 它说上半年的某一个点 可能maybe就落底了 但是它实在是不敢给你打包票 但是下半年基本上是呈现一个 比较稳定的复苏 可是各位会觉得说 全部的半导体都长这样吗 其实未必 你光看德宜来讲 德宜在第二季的 第一季的一个库存 大概就33亿美金 然后库存的周转天数的话 是多少 195天 这也太多天了吧 对那正常应该是几天 130到200 所以它195基本上已经是来达到上元了 就只差没有破表而已 那整体来讲的话 半导体的事况就是因公司而异 就是看你是中阶 还是低阶高阶 是 但是现在变成是说 我们台韩到目前为止 这个台湾是赢南韩 没错 可是现在会有一个 大家市场上比较担心的变数 就是最近的高通 是 因为高通各位知道 它大部分都是做行动装置 就是包含手机这边的一个晶片 那它最有名的 应该就是所谓的骁龙晶片 就是所谓的5G的系列 那骁龙的第一代 就跑去找三星 他认为你三星比台积电便宜 对不对 所以Gen1的部分 他就找三星 结果没想到良率 大概连70%都不到 所以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讲 那三星当然也拿不出来 所以后来他又多了一个叫Gen1 Plus 那Gen1 Plus之后 他就找台积电 那一试就成主顾 就从Gen1 Plus开始 然后Gen2 Gen3 到第三代都是找台积电 可是现在第四代这个地方 就有一点点变数 因为第四代涉及到的 就是所谓的三奈米 那三奈米两个公司用的是 不同的这个技术来源 第一个台积电是N31 就是沿袭它之前的 从5奈米 4奈米这样的 但是三星用的就GAA 最近自己号称良率提高很多 他又号称了 他又号称跟Gen1一样 那高通再给他骗一次好了 对 所以他那个GAA的 網絡杂机的一个制程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我不敢独家给你三星用 就是我把你当备源 那备源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下半年中就嘛 对不对 三星的手机可能会起来 那三星的手机用自己 你的旗舰机 S系列用自己的这个消融的 自制的这个代工的一个晶片 这个合理啊 对 然后再加上说 我们台积电的价钱相对也比较贵 所以现在的半导体大战 目前看起来台湾是胜出 但是我觉得我们之前讲过一个重点 就是3奈米基本上是OK 到2奈米的时候 我觉得两边的差距 就会越来越近